曾经,科学界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,无中生有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,物质和能量都不可能凭空产生,更不用说时空本身了。 这种观点一直统治着人们的思维,直到不确定性原理的出现,彻底推翻了这依旧有定论。 量子力学之父海森堡指出,在极小的空间尺度和极短的时间尺度内,一切事物都有可能发生。 由于我们对时间测量极为精确,反过来就无法对能量做出精确测量。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,能量和物质似乎可以逃脱物理定律的约束,自由自在地出现和消失。 然而,这种自由是有代价的,它只能维系极短的瞬间,一旦时间流逝,这些神秘的物质和能量又将烟消云散,以确保宏观尺度上能量守恒定律的有效性。 20世纪60年代后期,一种新的想法开始在科学家中散播开来,就是引力场携带负能量。 由于引力是吸引力,假设无限远处的势能为零,那么物体靠近时,引力做工必然使其势能为负质。 如果短暂凭空生成的物质能量形成引力场,那么它们所携带的正能量将与引力场的负能量相互抵消,总能量保持为零,从而不违背守恒定律。 这意味着物质真的可能从完全的虚无中诞生。 许多人认为,我们所处的宇宙就是通过这种神奇的机制孕育而生的。 量子效应时的一小块时空突然从毫无根源中冒出,然后在各种力的作用下开始指数级膨胀,瞬间扩展至整个宇宙的规模。 MIT著名科学家阿伦古斯基于这一设想,创立了宇宙暴涨理论。 根据这一理论,在宇宙一史时期,各块空间以难以想象的惊人速率暴涨膨胀,使得宇宙的总体积增大了数十亿倍之多。 这解释了为何今日宇宙在各个方向上看起来如此均匀统一。 自提出以来,暴涨理论已经出现多个不同版本,但要确凿地证实,其正确性仍是一大挑战, 因为我们无法像在实验室中那样,随心所欲地观测和研究整个宇宙。 尽管如此,大多数物理学家仍对这一理论抱有偏好,视其为解开宇宙奥秘的一线希望。 1998年,古斯出版了一本面向大众的著作,阐释暴涨理论的精髓。 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,宇宙本身就是一顿免费的大餐,一只宇宙是从彻底的虚无中生成的。 然而,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思考,这种无中生有其实并不算严格的虚无。 因为即使在没有物质、时空之初,我们的前提仍然是物理定律的存在。 诸如相对论、量子理论及不确定性原理等种种规则, 它们自身又是如何自发孕育而生的呢? 亦或它们向来如此,于永恒中自存? 我们越发觉得越是探讨这个问题,就越觉得玄之又玄。 也许,对于宇宙最初的本源,我们还是应该谦卑一些,承认人类的认知是有限的。